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卖得不慌不麻的把小树抬进隔街 关上外门,进里家也不穿防务服 不当回事 结果没待一会儿,蝗虫就开始往他身上扑去 还好小伙问了他密码后及时冲进去 将他救了出来 哎,他自己出不来吗 这条段设计的不对呀 而且均一只蝗虫都没带出来 太不合理了 是在侮辱观众智商吗 女主刚刚接着农业部副部长 与丈夫丹小绝蛇下属联系的 说农业部资助的实验室 正在搞项秘密研究 为弄枪那脸正在搞什么飞机 女主只得告别人前往维州 丈夫很不高兴 为何女主在一起 她可是放弃了联合国赈灾部部长的职位 女主却精神在休息日说走就走 她意见老大了 女主保证不会去太久 俩小时就回来 档案中显示 皮教授本该在做有关密封风潮特性的研究 可在实验室里搞的 却是对蝗虫的杂交培育研究 教授取出一只 用滴滴滴沙虫剂 向这只大号蝗虫身上喷去 可它就像写了个枣一样 屁事没有 原来这批蝗虫 是沙漠蝗虫与澳洲异兵蝗虫的混种 这些蝗虫的孕期 是普通蝗虫的四分之一 繁殖略是正常的十倍 寿命长达两年 是一般蝗虫的三倍 速度极快 一天能飞三百英里 女主又气又闹 去年两个大陆灾到蝗虫 非洲五分之一耕地被蝗虫扫平 现在已入侵到欧洲 你还搞基因改造 教授辨称 这事遗传工程 是能应用在人类疾病上的科学 但女主已看出它们很危险 由教授终止研究 毁掉这群害人精 改造自然 最后自然会反扑的 你无法承担蝗虫扩散到外面的代价 在女主的命令下 工作人员走进实验室 用火焰喷射器消灭了这些恐怖的玩意儿 教授也被女主隔了职 殊不知有个工作人员偷偷带出了六只蝗虫 却在脱衣时不小心 将其中两只弄进了下水管 这两只蝗虫顺着水沟飞进了城市 工作人员带着剩下的四只来到空军基地 交给一名士兵 士兵却不小心将箱子里的蝗虫掉到了地上 就这样 又有四只蝗虫流入了城市 回家后 单步马女主经常加班出差 主动提出暂时分开 搬离了这里 一个月后 女主发现自己怀孕了 她想给当个惊喜 打去电话 试探着问 单想不想要个孩子 单却又把话题转移到了 女主爱工作胜过家庭在上边 女主最后还是没机会 道出自己怀孕之事 只得先将血讯分享给父亲 此时一对小情侣 正在加州一个小树林中度假 却不知地铁 有群蝗虫正在蠢蠢欲动 片刻后 成群经营改道蝗虫 袭击了他们的帐篷 再然后 铺天盖地的蝗虫 又袭击了加州的一个果园 人们吓坏了 被开除的教授 将可爱女儿送上销车 而后驾车前往健身房去运动 途中听到窗外有奇怪的声音 吓到田地里一看 大群蝗虫突然冒了出来 给他吓得又逃回了车中 与此同时 蝗虫全也渐渐逼近了销车 司机意识到危险 忙让大家关上所有窗户 蝗虫们开始撞上车车 将玻璃砸裂 又顺着天团装了进来 教授的女儿向外跑 时意外跌倒 撞晕了过去 教授追上销车 用灭火器驱走蝗虫后 找到了昏迷的女儿 又司机拨打911 看到是自己培育的蝗虫 教授懵了 果园在蝗虫的思念下 一片假不受 恰巧捏住已驻手也在加州 对此展开了调查 却不知道 这群害虫就是教授造出来的改造战士 对抗蝗虫的标准程序 通常是用飞机喷洒杀虫剂 但这对牲畜也有害 用火也可奏效 但同样有风险 蝗虫偏好湿气 女主联系气象局 预测蝗虫去向时 得知教授刚刚也打过电话 心里全明白了 联系教授 也得交出所有研究资料 教授提出帮忙 被女主拒绝了 途经一处农庄 这里正在举行甘菊节 孩子们很多 女主联盟下车出示证件 又工作员立刻终止所有活动 让民众速速回家 但还是迟了一步 雨哥我真心疼那些橘子 宾州匹兹堡一栋生煞中 某公司正在为一位女职员 举行生日派对 刚吹完蛋糕上的蜡烛 员光们就看到了窗外 向这边快速移动 不同寻常的乌云 好奇的人们到窗边驻足关桥 才知道这根本不是什么乌云 还觉得很好玩 反正他们也进不来 殊不知 无恐不如的蝗虫已钻了进来 楼下的人们被蝗虫撵着 屁股头寸 蝗虫啃咬着低下的食物 窗外蝗虫渐渐越来越多 玻璃瞬间被撞出一道裂缝 而后大量蝗虫 顺着楼底的通风口钻了进来 飞得到处都是 蛋糕等屋中的所有食物 都被他们糟蹋了 人们乱作一团 惊声尖叫 匹子宝接成塔台的工作人员 接走了教授的电话 教授告诉他 蝗虫群正在接近 要他关闭机场 工作人员却以为是恶多剧 仍让飞机起飞 结果大批蝗虫涌进了飞机引擎 两具引擎相继报废 飞机俯冲而下 轰然坠毁 工作人员看傻了眼 女主责怪教授 搞了这么大的灾难出来 可没说两句 教授就被连调局请走了 她的女儿仍在昏迷之中 国土安全局会议室 各部门官员齐聚一趟 试图研究出解决这个大麻烦的方法 教授这边也在接受调查 这种蝗虫 从孵化到成虫 仅需八天 每天又消耗体重两倍的食物 目前已有数亿只 并已倍数增加 对粮食作物影响巨大 它们偏好仇湿环境 以便产卵繁殖 一天就能吃掉数千平方里弄作物 目前有两群蝗虫 从东西部向美国心脏地区聚合 若不尽早处理 美国危在旦夕 原来是国防部授权教授 搞的这项生化武器研究 女主却得替幕后黑手背锅 这时丹也作为联合国专员 加入了讨论 他指出 通常情况下 非洲处理皇家的方法 是赶在蝗虫摧毁作物前提前收割 建议请美国所有农民现在收割 若不尽早行动 会遭受更严重的损失 此时 蝗虫们已经开始摧残 攻击羊群了 它们会在吃不到足够食物时 变成食肉昆虫 与个瓦格这屏幕都渗得慌 军方打算用VX毒气来消灭黄群 实验证明 这种毒气的确对变种蝗虫有效 女主得知将军的计划后 强烈反对 VX可是化学武器 几分钟就能让人抽搐 呼吸麻痹后死亡 即使在高空分洒 也会对人产生副作用 预计会害死数百万人 还要考虑他对水资源和土壤的影响 但军方已获得了总统的批准 箭在弦上 不得不发 此时 蝗虫要扑向 蛾骇俄中部的一处庄稼 正在收割的农民仓皇逃离 为保护民众 女主悄悄致电媒体 将军方的计划告诉了他们 并在飞机上威胁 要敲断毒气管 逼将军停止喷洒毒气 剑拔弩张之时 将军接到媒体 已将行动曝光的通知 被迫取消了任务 此时 蝗虫群也飞往女主父亲所住的农场 女主联系不上父亲 与教授一同向老爸家赶去 途中 教授接待了女儿的来电 小丫头已经从昏迷中苏醒了 教授悬在的心终于落了地 赶到父亲的农场 妇女俩将小牛关好 大批蝗虫群 已经乌央乌央的朝这边冲了过来 但赶来与他们会合 几个人连忙躲进谷仓之中 一时间 黄泉也爬往了整个建筑 这也对秘孔患者实在太不友好了 四人一时间成了瓮中之鳖 看来恶极的蝗虫 在吃到可口的人肉之前 是不会走了 女主想了个办法 将整座建筑变成巨大的补蚊灯 启用发电机 将整个骨仓通电 将黄泉垫死 可启动发电机 需要有油才行 为弥补自己的过错 教授毫不犹豫地冲出去 到外边去挤油 被蝗虫们疯狂撕咬啃尸 带它取回油时 已被咬得血肉模糊 几人启动发电机 将电线连上建筑 这招果然奏效 天空中下起了蝗虫雨 这些恶心的家伙 纷纷被垫了下来 雨下完了 教授也断了气 门外堆满了四只乱颤的蝗虫尸体 如今西岸几个的黄泉 已经通过了洛基山 东岸的黄泉在有24小时 也会通过密西西比河 到达美国新藏地带 世界的骨仓 总统正式宣布 明日正午 将会对黄泉使用VX的神经毒气 准备对民众们进行撤离 女主冲了进来 告诉将军 还有别的解决方法 用电力消灭黄泉 代替绝对会造成伤亡的毒气 能源部部长赞同女主方法 洛基山外与密西西比河两处 运输有高压输电线路网 增加这些线路网的电流 会造成强大的电流场 任何经过的物体 都会遭受强烈电击而亡 当然 这需要全国通力合作 企业 住家 政府 只要在那一刻停止用电 就能奉献一份爱 官员们最终同意了这个方法 若不成功再执行B计划 投掷毒气 至于如何让蝗虫经过电线 它们会受到反射闪光的吸引 这个气象气球能做到 行动的前一刻 家家户户都停止了用电 巨大的气球升空了 排成一排 甚是好看 男女主来到电线下 刚想亲一个 黄群就来了 一时间火光刺剑 黄群如飞蛾扑火般扑到电网上 被电的外焦里嫩 行动大获成功 男女主在这美丽的景色下 终于亲了嘴 新闻中播报着 由于基因改造 仅存的蝗虫 不具有繁殖能力 蝗灾也彻底解决 一年后 男女主有了宝宝 电话铃响 又有新的灾害出现了 最近非洲 巴基斯坦等国 正在闹蝗灾 很多网友都很关注这个事件 我也想找个相关提供的科普电影 来帮大家普及下相关知识 但找来找去 似乎只有这一部灾难片 涉讲蝗虫的 说实话 本片的确有点虎头蛇尾 偷开开头女孩被蝗虫咬 那段不合逻辑的剧情 与母毛都没有的特效不提 宇哥就想问问 开头明明说了这种蝗虫的繁殖力超强 并在一个月内 由六只繁殖到了上一只 在结尾处又说 这些漏网的蝗虫 不具有繁殖能力了呢 并明显自相矛盾呢 是编剧把开头的设定忘了吗 完全解释不通 前面制造了一个大悬念 让人们对如何解决蝗虫 充满期待 最后却是这种解决方法 害虫之父 教授也没派上任何用场 确实令人有些失望 但本片也不是毫无可取之处 片中对蝗虫经过大场面的描述 与对观众心理上造成的紧张感 还算可以接受 大家就把它当作一部娱乐片来看吧 至于如何解决蝗虫 对此宇哥也没什么话语权 这次就不搬门弄否乱作评论了 2020年刚开头 全球就被一片阴影笼罩 各种灾难不断 只希望这一切不好的事情 都赶紧过去吧 宇哥很怀念不戴口罩出门 能看到路人的脸 没早去球馆打球 和朋友撸串喝酒的生活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最后别忘了点击订阅钮 并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 宇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公众号里有更多精彩的拥有 喜欢宇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